澳洲连续加息之后 百姓生活惨淡 银行确实利润爆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GoMarkets热门话题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在澳洲连续九次加息之后 目前银行业 却出现了利润爆表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在过去大半年时间里面 我们所有在澳洲生活的朋友们 记忆都非常深刻 什么东西都贵了很多 我们的生活成本 我们的出行成本 我们吃饭 甚至于买衣服 房贷 所有的费用都在增加 但是如果这时候 你要是知道了 澳洲的一些主要商业银行 却是因为加息 而赚的是盆满钵满的时候 你会不会被气得半死呢 我想即便是你不会 但是澳洲绝大部分的普通人 都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而且这个不满 也使得澳洲的国会 在上个星期 是召开了特别的听证会 当着全国媒体的面 是直播了 他们质问澳洲央行主席的整个过程 我们知道普通人因为连续的加息 而不得不减少一些额外的开支 很多家庭甚至于因此而吃不起很多原本还可以买得起的菜或者是肉 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 当时澳洲央行主席还是正正有词 或者说比较坚定的说 澳洲到2024年之前都不会加息 但是呢现在来看毫无疑问就是被啪啪打脸 很多人因为他的话在2021年甚至于2022年年初加息之前 是买入了投资房或者自住房 到现在为止经过多次加息之后 他们的生活应该说是痛苦不堪 然而澳洲多个银行的财报呢 却意外超过了投资者的预期 经过多次加息之后 比如说澳洲最大的联邦银行CBA 他在上周三公布的半年期财报中说到 截至12月底 他上半年财政的现金收入呢 增加了9% 达到51.5亿澳元的利润 也正因此 他是大幅提高了他的半年期的股息 并且呢还会表示 他会增加10亿澳元用于股票的回购 这样一来如果你持有CBA也就是联邦银行的股票 半年将会拿到两块一毛钱的中期股票分红 比去年同期增加的幅度是20% 那虽然他的CEO也预见了澳洲的经济 可能在2023年将会放慢 但是他依然是判断澳洲整体基本面是比较稳固的 这个判断也是来自于澳洲目前 一比较低的失业率 二强劲的出口 和三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 这一些都是澳洲经济 对比欧美国家来说它的优势 那么既然普通人加息之后的日子不好过 那为什么银行却能够因为连续加息之后 是赚了这么多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它背后的原理 其实这个原因也不难解释 归纳到一句话 银行赚取利润增加的速度 超过它成本增加的速度 怎么来解释呢 我们知道澳洲的商业银行中 很多的钱来自于哪里 主要几个渠道中 一是来自于客户的存款 你存定期存活期这是一种 第二就是国际债券市场 澳洲银行会去美国 去日本去欧洲这些债券市场 发行他们的公司债券 一直以来美国是他们最大的渠道 在过去十年中 我们知道美元的利息 一直是非常的低 所以澳洲的银行们 他们用自己非常高的国际信用评价 可以以很低的成本 在美国 在欧洲 在日本 获得大量的廉价资金 到了澳洲当地 再把这些钱 以比较高的房贷利息 商业贷款利息等等借出去 以此获得收益 虽然美国也是从去年开始多次加息 但是美元债券的融资成本 以及像日元 像欧元 这些融资成本的增加 速度上来说 是远远慢于澳洲自己的加息速度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你原来在美国那边融资 需要付2%的成本来借钱 到了澳洲 再用3% 3.5%的利息借出去 那么现在这个成本上升到了4.5%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去澳洲贷款买房买车 现在的利息最少是6% 甚至于7% 这个中间就是利息差 也就是银行的收入 除了海外债券的融资成本增速 没有澳元增速那么快之外 澳洲商业银行另一个 它不太光彩的赚钱办法 就是通过时间差 放慢定期存款 给出去利息的部分 从而来赚取利息差 举例呢 存10万块钱去银行存定期 三个月也好 一年也好 你会发现 每一次在澳洲央行加息之后 你这个定期存款的利率 并不会马上提高 也许是过10天半个月 也许是过更久之后才提高 肯定 如果你这个时候是贷款的客户 你的房贷会马上收到一封信 告诉你 我们很快就要提高了 通常来说 困款 也就是银行给你钱 这个利率的提高 永远是比 它收你钱 房贷利息的速度要慢 虽然说有的时候 只是慢了10天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 看上去这个利息值每次差0.25 但是 由于我们知道 一个银行的借款和存款的总量 非常大 是几百上千亿的规模 因此 就算差了10天半个月 但是以这个天亮的基础来计算 依然会出现巨大的利息差 所以综合来说 我们知道澳洲央行还会加息 至少两次到三次 所以银行的融资成本 不管是它存款融资成本 还是去海外 债券市场融资成本 都不会随着利息增加 同一个时间进行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 未来它还会利用这个时间差 同时还会利用这个利息差 来赚到更多的利息 那么问题第二个来了 既然银行业在加息之下 这么赚钱 那是不是意味着 未来几个月澳洲的股市 也会一起走强呢 这里我们话题比较大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用一分钟时间 首先我们知道澳洲的股市 第一大板块是金融板块 第二大板块是矿业 也就是材料板块 那么在第一大板块中 四大银行以及一些州立银行 占据的比例已经超过了80%以上 换句话说 只要四个银行未来赚钱多 基本上第一大板块 权重比例 占据澳洲整个股市的 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在第二个材料 或者准确的说是矿业来说 无论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旧矿业 比如说铜铁煤油 还是新能源 新涅离 或者是一些用于电池开发的原材料 不管是新能源 还是旧能源 对于澳洲来说 无论是中国需求增加 还是全世界电动汽车的需求增加 都能够很好的配合能源的出口 所以我个人认为 虽然2023年的经济比较有波折 虽然美国现在还不确定 会不会有可能进入衰退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一 银行吃这个利息差还没有结束 二 新能源旧能源的矿业出口 对澳洲有利 第三 移民政策又是非常的弹性 澳洲随时可以因为 其他方面不够好了 而突然增加移民数量 以此就算它增加的不是长期移民数量 它也完全可以短期移民的数量 就是说留学签证 打工签证 探亲签证 临时的加一加 这些人口的增加 可以轻而易举的弥补掉 原本在澳洲当地居民 所减少的那部分个人消费 所以综合来说 澳洲在今年 在全世界 依然是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 还是会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YouTube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三连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